畫面中可以看到警察拿起工具 將車牌拆下 因為這名騎士被抓到使用 其他車輛的車牌違規上路 事情就發生在桃園市 這名翁姓駕駛先是違規 為兩段式左轉 員警一攔查發現車牌怪怪的 仔細對比後才知道 這駕駛懸掛他車號牌 因此將駕駛開單告發 員警攔查違規車輛時 發現機車懸掛他車號牌 經瞭解該車號牌 因酒駕按照扣牌 車主懸掛他車號牌 意圖規避機場取締 原來駕駛因酒駕被扣牌兩年 因此想出這個懸掛他車車牌的方式 騎車上路 一共被遠景開出四張罰單 當場喷飛一萬多元 車牌還被查扣 車輛一致保管 當場近駛 而近期同樣異想天開 使用違規車牌的案件也是頻傳 車牌被監禮單位 釣扣的數量有增加的趨勢 截至今年八月底 光是釣銷牌照的數量 就已經高達三萬六千多件 偽造變造車牌的事件頻傳 民眾只需上網就可以輕易買到 成為治安及交通安全的隱憂